上一集我们讲到 瑟利弗尊者正阿罗汉 成就世变才 他并不想发展神通 而是专注于讲法和身团的组织管理 阿罗汉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就是在天上飘 到处降妖出魔 这些都是神话传说 但有一说一 如果你按他们的指导练习 还能焦虑内耗 那绝不可能 我们继续来学习 这位阿罗汉兼上手弟子 兼智慧第一的瑟利弗尊者 现实中他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你好阿罗 只跟你说不忽悠 可实践的正念名下 何以解忧 唯有阿罗 我们都有自己的榜样 可能是企业家 某行业大牛 或者政治家 榜样的确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老师虽然反对偶像崇拜 把他们当神灵供者 这是非理性的 神话的 但却提倡向榜样学习 学习他们的品行 学习他们的智慧 在政治部二级131经中 老师推荐大家 向舍利弗和穆建连学习 以他们为榜样 巴黎政治部 相当于是正义阿罕 正义阿罕中也有地质品 有很多地质第一 最会打坐 最会讲法 最会辩论 最会变化 人际关系最好 还有最不会生病 再多算 可见老师应不同人的喜好 梳理典型 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这西球品是简洁版的 这些是老师真实的核心弟子 活生生的人物 很低调 但在中国 绝大多数人 连这些人的名字 听都没听说过 估计还瞧不上 哼 声闻 那不行 我可是要拯救世界的 这些圣弟子们 不像那些网红 能保你考试成绩好 保你智慧直线提升 保你财富阴烛 保证拯救你威纳 至于是不是真的 还是忽悠 这要靠你自己检验了 不过我知道 如果问巴菲特 盖茨 马斯克 他们一定会说 啥子哟 你好吗 老子就靠这个 罚车活间的哟 作为比丘们 有信心的比丘 发起欲望时 应该发起上法欲 我应当像 摄利佛和穆建联这样 摄利佛和穆建联 是我比丘弟子们的版样 侧摩比丘尼 也翻译为 叉摩比丘尼 是比丘尼中智慧第一 莲花色是比丘尼中神通第一 因为比丘和比丘尼 是分开居住的 主要是为了保持戒的清静 彼此一般不互建 所以比丘以比丘为版样 尼中以尼中为版样 尼中要以这两位为版样 优婆色就是南居士 南居士以自作居士 和赫罗阿多罗为版样 因为居士的很多形式标准 和出家人不同 所以居士以居士为版样 自作居士是居士中智慧第一 说法第一 赫罗阿罗婆也叫守斩者 是居士中禅定第一 优婆依是女居士 女居士以九塑多罗 还有耶鲁坎塔奇 南陀母为版样 九塑多罗也叫杜胜 她是一位宫女 经常把听到的法给王妃转述 是女居士中多文第一 耶鲁坎塔奇南陀母 是南陀比丘尼的妈妈 被称为女居士中 常定第一 如果换到现在 估计就要到处挂 大横幅 大标语 向某某同学学习 学习他们什么呢 学习他们的戒 定 慧 特别是摄利佛和穆建联 他们有足够的智慧 辩才和能力 可以指导大家 其中摄利佛很大的作用 就是带老师讲法 老师讲法 有时候只是略讲 没有展开说 就像有些人看阿航 看了半天 书是书 我是我 字都认得 摆在一块 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就需要有辅助的力量 在当时 这些大弟子们 是大家经常请教的对象 我们看看 《中阿航卷7》第31经 分别圣地经 当时老师在奇人经所 这一段参考了中部141经的内容 中部里没有提过去 未来诸佛 老师跟诸一笔就说 我讲的四圣地 是其他沙门 婆罗门 天 魔 梵天 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说过的 这就是四圣地的开示 宣说 施设 建立 解说 分别 开写 看过宗教史就知道 老师并不像一些传说说的 一出生就blingbling的 所谓实地更是玄乎了 这都是后期的神话 他一路休学的过程中 也爬过不少坑 学习 吸收婆罗门教和秦纳教不少东西 也舍弃了不少糟粕 这没什么丢人的 每个人都需要吃饭 拉屎 这丢人吗 谁能完全不受环境 文化习俗 科技水平的影响呢 谁能完全不犯错呢 谁不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 但四圣地是他老人家原创的 老师讲法就到这里 开个头 准备把话筒交给舍利佛 老师继续说 大家要向舍利佛学习 舍利佛同学是智慧第一 成就了各种会 刚才我简单介绍了四圣地 下面就让舍利佛同学 给你们展开讲讲 他能对四圣地开示 宣说 施舍建立解说 分别开写 能以正见带领你们 开启清静范行 而木建连同学 则能带领你们到达最高的 究竟的果位 烦恼的灭境 正阿罗汉果 舍利佛同学 能帮助你们开启范行 就像把孩子带到事业上的生母 而木建连 能帮助你们 长养清静范行 就像牙牧 所以 作为练习清静范行 应该 侍奉供养 恭敬礼拜 舍利佛和 木建连比丘 为什么呢 他们能为 诸位范行者 带来法义和利益 能给你们带来安稳和快乐 老师说完以后 就到金舍利 打坐去了 看 有了得力助手 就能当甩手掌柜了 为什么说 舍利佛是生母呢 舍利佛以正见和智慧 给大家讲法 开启清静范行 在舟墓里 说舍利佛 负责引导他们到达出国 正法眼镜 所以称为生母 而木建连 会继续帮助大家 掌养清静范行 最终正阿罗汉 所以称他为阳墓 他们又分工 由舍利佛讲法开始 法眼清静之后 由木建连接手 继续深造 舍利佛尊者就接过话筒 展开讲了 请看前方发来现场报道 四圣地是哪四圣地呢 就是口即灭道的四圣地 五圣阴就是五曲韵 朋友们 什么是苦圣地呢 生老病死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这些全都是苦 简单来说 就是无曲韵的苦 在中国 一般称之为八苦 严格来说 前面七个都只是举例 最终都能归纳为 无曲韵的苦 接下来 舍利佛一个个解释 有人称舍利佛为阿比达摩之父 阿比达摩就是润战 据记载 舍利佛阿比唐和阿比达摩吉义门主任 就是他造的 舍利佛讲法和老师讲法明显不同 的确有阿比达摩特有的风格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舍利佛讲法的风格 逻辑性极强 思维极严密 但中国人做事 不太喜欢精细严谨 我们做菜都说 放盐少许 味精少许 少许是多少 自己琢磨 科技上 我们不喜欢研究底层逻辑 底层技术 我们喜欢研究应用程 最好能把别人的研究成果 自己操操改改 就能直接拿来赚钱 这也是文化和环境时 命根是暖瘦食中和的作用 简单可以理解为 受命 得命根就是出生了 断了命根就是死了 朋友们 为什么说生是苦呢 所谓生 就是那些众生 种种种类 出生时 出现时 长成时 无蕴兴起 得到命根 这就是生 有人可能觉得这好啰嗦 就出生就好了吗 废什么话 因为生不仅仅是人出生 还有其他道的众生 它们有的是软生 像鸡鸭 有的是胎生 像人 还有的色界 无色界天人 是化身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 必须这么讲 不这么讲 就不严谨 对吧 所谓生苦 就是众生生的时候 有时候身体会受苦 有时候心会受苦 有时候身心一起受苦 有时候身热了 有时候心热了 有时候身心都热了 朋友们 所以说这就是生苦 怀孕过的 生过孩子的妈妈就知道了 怀上宝宝 生下宝宝 不容易啊 有时候宝宝还会发脾气 使劲灯 宝宝会因为外界的变化 妈妈的饮食 动作 情绪 也会有种种感受 有时候 宝宝在肚子里会难受 会发脾气 出生的时候 即使剖腹产 宝宝和妈妈 也是受尽苦痛 朋友们 为什么说老是苦呢 所谓老 就是那些众生 种种种类 因为年老 头发变白 牙齿脱落 由撞年而变得衰老 身弯背驼 走几步就气闯 还必须组着拐杖 肌肉收缩 皮肤松弛 满脸皱纹和老年斑 六根都在慢慢变坏 颜色也变得丑陋 这又叫老 我刚学习冥想的时候 还是大学刚毕业的 帅小伙子 那时候觉得 什么止光呀 什么安波 光呼吸 什么白骨光 那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一缓 快二十年过去了 只有青春经历 才发现这中间 有太多太多的坑了 而有太多太多的人 正在往坑里跳 或者就在坑里 前几天 电梯里遇到小宝宝和大人 救我们仨 大人喊 快叫爷爷 我当时一认 只能笑一笑 每天去跑步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身体的衰老 衰老一直在持续 无产也一直都在 年轻的时候 这些理论上都知道 但你感受不到 只有当你发现 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时候 你就能意识到 自己一直在慢慢衰老 由衰老而引发的 深苦 辛苦 身辛苦 都和上面一样略过 朋友们 为什么说病是苦呢 这就不用解释了 现在科技的发展 比2500年前 那强太多了 身心的各种疾病 各种器官 各种病症 大家都能看到 听到 体会到 要注意的是 身体 并不是一直以线性衰老的 特别是 突发性疾病 或者有什么变故 可能突然间 身体就不行了 其他的略过 朋友们 为什么说 死是苦呢 所谓死 就是那些众生 种种种类 生命中子 归于无产 与现实所有一切分离 暖寿 食 消失 这就是死 所谓死的苦 就是 临终的时候 生苦 辛苦 身心的各种痛苦 这又要提到 念死无产 死 是大多数人最大的恐惧 人们所做的一切 大多数都是应对死亡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 是害怕死后的未知 害怕身体没了 我就没有了 害怕要与现实的亲友分离 与金钱地位反常分离 念死无产 就是经常提起这个念头 我下一刻就死了 我现在做的是对的吗 我能安住吗 我能知足吗 我能放手一切吗 一旦发现自己 在哪个方面很焦虑 比如 放不下家庭 放不下股票和金钱 放不下你的公司 那你要好好调整 自己努力的方向 就要当下 好好把握好 你放不下 妻子 丈夫 孩子 觉得有缺憾 那就现在 好好与他们相处和沟通 不要等明天了 努力去做 然后放下自作 而有些方面 比如 我要赚一个小目标 我要拿到诺贝尔奖 此生无憾 你可以努力去做 但你也要认识到 可能还没达到目标 此生就结束了 如果下一刻我就死了 我确认这样做 就无怨无悔吗 如果你确认 那就去做 如果你发现这样做 没有意义 那就重新调整方向 说到死的苦 是为了看到苦 看到之后 通过念死无产 把这个苦 转化为快乐 这是可实践的 大家可以验证 可以直接转化 你的生命体验 我自己随时准备迎接死亡 也能感受到 老师教法的伟大 只有试试念死 才能不死 前两年 我经历过骨折 老母亲 现在严重关节炎 还要下地 干农活 卖菜 我也还要浇房租 还要养娃 带娃 养家糊口 生儿为人 哪里人只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这得饿死 但即使下一刻就死 我也不会担心 因为我一直在做 我应该做的事 如果你能练习 老师的教法 也能做到 不再担心死亡 同时 积极坦然地活着 朋友们 为什么说 怨证会是苦呢 先参考下法院主论 所谓怨证会苦 就是众生和不喜欢的人 讨厌的人在一起 但还不能分开 必须要待在一起 这就是通常说的 冤亲在主 这就叫怨证会 这是常规解释 很好理解 摄理佛这里讲的 范围要更宽 指六根不想看 不想听 不想闻 不想接触 不喜欢的人 事物 比如 到一个地方 不好闻 不好看 有噪音 太冷 太热 身心觉得不舒服 但你还无法离开 或者像前几年 你想出去走走 但不让你出门 这都是怨证会 这是从身心感受来讲 明显比上面的解释 更为深入 和直接 随时能观察 现实生活中的苦 为什么说怨证会是苦呢 深苦 辛苦 深辛苦 可能对方在身体上 虐待你 POA你 这些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朋友们 为什么说爱别离苦呢 还是先参考法院主论 这是通常的解释 所谓爱别离 就是众生喜欢了对象 但就是不能在一起 就是要分离 这就是爱别离 这也非常普遍 不得不离开 爱人 孩子 父母 经常有人在那里感叹 哎 我的前任啊 我好想他呀 我真希望我们还能在一起 这就是爱别离苦 尊者解释的是 喜欢看 喜欢听 喜欢闻 喜欢接触 深心喜爱的人 事物 但又不得不离开 比如你喜欢夕阳 喜欢大海 喜欢花开 喜欢美丽的风景 但必须要离开 即使不离开 这些风景也必然会消失 这都算爱别离 这就太常见了 一场电影 一本书 一个视频 一个地方 一场盛宴 无处不在 这个解释更为深入 因为爱别离苦 所以有各种深苦辛苦 这些略 朋友们 为什么说求不得苦呢 求不得苦 通常的解释是 你想求发财 求房子 求个贤惠的妻子 忠诚的丈夫 有听话的孩子 想求什么 如果求不到 这就是求不得苦 这是本义 很好理解 尊者在这里 讲的是缘起 众生会在商业中出生 不能选择不出生 希望自己不出生 这不能以你的愿望 就能得到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喜欢金钱 权力 返产 脸性 这是欲有 那你必然会在欲界出生 有些人不知道这些道理 觉得这世界太苦逼了 以为解除生命 就能解除痛苦 但这做不到的 你有这个欲望 就是欲有 必然继续出生在欲界 想不出生 是不可能的 同样 你喜欢定静 喜欢出长二长 或者无色解定 这就是色有 无色有 此生解除之后 必然会生在色界 无色界 想不出生在那里 那是不可能的 同样 你已经出生了 想不老 不病 不死 没有忧悲苦恼 这是不可能的 当众生遇到身心的痛苦时 他心想 我现在遇到身心的痛苦 我现在想要快乐呀 但不可能因为有这个愿望 就能得到 当众生遇到身心的快乐时 他心想 我喜欢这种快乐 能一直持续 永恒不变 但也不可能因为有这个愿望 就能得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 你没有钱 生活没有保障 活得很艰难 你别关在家里 不让出门了 你想让自己开心 想让自己有钱 你在那里大声疾呼 啊 我要拯救世界呀 我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呀 我心静则国土静啊 我拥有全宇宙呀 我有吸引力法则呀 我和财富有共同的频率呀 我呼唤你 我的神 然后在那里叨叨 我的神 我的神 耶 钱真的来了耶 我真的能出去了耶 喂 醒醒吧 该上班了 只是这样空想 搞这些玄学 那的佛呀 好绿的韭菜 如果你刚好又顺风顺水 情场得意 生一场也得意 股票也挣了些钱 你想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心想有天富豪版将会有你的名字 这事儿 你问问马斯克 马云 曹德万 他们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泪 多少次打碎了牙 往嘴里吞 踏了多少人的尸体 才能走到这个地步 他们并不靠空想 也不靠什么神灵护体 当然也不可能靠什么吸引力法则 动身产生了不开心的 不喜欢的想法和念头 他们想转变这些想法和念头 这也不能靠愿望就能得到的 反之 起了开心的 高兴的想法和念头 就想持续 这也是无法做到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有不开心的想法 就转到开心的事情上呗 有什么不能的 这里说的是 是的 你可以转到开心的事情上 但问题在于 你还是会遇到不开心 因为这是无常的 如果你这样不断逃避不开心 逃避无常 无常你的哪里都躲不过去 而接受和直面 才是最佳的方式 像很多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 当他们病症发作时 如果去对抗这些症状 我不想焦虑 我不想抑郁 你会发现 越抵抗越麻烦 这个时候 只有接受和等待 知道这一切就像一场风暴 这样就能平安度过 之前我们讲过焦虑症的自救 简单讲去 其实就是这一条 同样 当身心快乐时 谁都想酒继续喝 舞继续跳 但酒终会喝完 舞会终会上场 只有随时接受无常 此心才能长安定 李白的名句 五花马千金球 忽额掐出 换美酒 鱼耳同宵 万古愁 听是豪迈洒脱 终究是自欺欺人 他自己也被酒耽误了 至于开心的想法和念头 即使你天天听郭德干 天天看各种喜剧脱口秀 你放心 不用多久 你必然会厌倦 这就是求不得苦 朋友们 这些简略来说 就是无取运苦 就是色受想行时取运 朋友们 这就是苦圣地 过去时 苦圣地是真理 未来和现在 苦圣地也是真理 是真实不虚的 不离开真实 不颠倒的 这就是四孙所知 所见的 所以称为苦圣地 这是真能展开讲 的确堪称为智慧第一 即使过了2500年 这思想的高度 你不得不佩服 能和这些智者在一起 能按智者所说的去练习 还有焦灵内耗 那才怪了 那谁谁 说色力佛是孔一己的 站出来 拖出去 五百大板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恩老师 感恩祝愿阿罗汉 感恩大家 花时间听法思维 愿各位都能断除这所有的苦 真正到达不死 欢迎大家关注公号 你好阿涵 只跟您说 不忽有可实践的正面冥想 何以解忧 唯有阿涵 欢迎简单转发关注充电 欢迎加入频道回员 把视频传播 为更多的人 会让您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谢谢